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给生 在前几天我种的这个草缸里面的水草种子已经全部都发芽了 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水缸的水给添加一下 然后进行一个养水 然后等过几天我再买几条观赏鱼给它放进去 加水 刚才添水添到一会儿的时候这个木头就飘上来了 很难受 继续添水吧,然后就让它再泡两天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把这个木头给去掉了 果然是不出很多小伙伴的塑料 真的有事没事捞一下这个水草了 只要稍微的一破坏下面的这些水草泥水草就会飘上来 早知道我就不用水草泥了,我应该用沙子 我们现在就先养几天水 然后过几天把鱼给放进去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几天的洋水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木头已经现在下沉了 也就是应该过不了几天 然后这个木头就可以给它固定到下面 其实当时在加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木头会飘上来 不过总体目前看下来这个草干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前两天我买的登壳鱼到货了 根据新手套餐上的一共是65条 变色龙鱼5条 帝王灯鱼10条 红杜皮鱼10条 黄化金丝10条 火刺灯10条 金光灯鱼10条 紫三角灯10条 一共混合了7种鱼类比较小一点的那种 开箱 这个快递是我开箱以来包装最整齐的一次 我要拿这个手机上的图片来给大家做一下比较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鱼 黄花金丝鱼 变色龙鱼 红杜皮鱼 金光灯鱼 这三款看不出来是什么鱼 对比不出来 反正就是一共7种鱼类 现在我们就过水 这个草红的唯一确定就是当时的这个木头没有弄好 其实我应该用胶水把它粘到缸的底部 这样它都不会飘上来了 然后现在就是导致在表面浮现了可多的水草 静静的等待半个小时 突然间感觉好像看不到鱼类一样 65条鱼放进去 感觉没有那种视觉的冲击感 感谢您的路 感谢您的路 享受 感谢您的路